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中央单位出差人员 用餐费用自行解决 部分退役军人抚恤补助标准再提高 温州实施垃圾分类标准 贵阳调整居民医保待遇标准 8月份将会有一批新规 正式实施侧重民生亮点分成 财政部等日前印发 关于规范差旅伙食费和室内交通费 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明确中央单位出差人员 出差期间按规定领取伙食补助费 室内交通费自8月1号起施行 通知要求出差人员出差期间 用餐费用自行解决 并按标准交纳交通费 公安部7月17号通报 公安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群众服务企业60项措施 其中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复制促进服务自贸区建设 12条移民与出入境便利政策 将作为首批措施 于8月1号起实施 专家称 新政策扩大外国人才 申请永久居留对象范围 放宽签发长期签证 和居留许可的对象范围 包括来华经商工作严学的外国人 拓宽外国人才引进对象范围 提高外国人服务管理水平 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通知 从8月1号起 伤残人员残疾抚恤金标准 三属定期抚恤金标准 三红生活补助标准 在现行基础上提高10% 提标后 一级阴战阴工阴病残疾军人 抚恤金标准 分别为每人每年88,150元 85,370元 825,570元 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 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和红军失散人员生活补助标准 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61,130元 61,130元和27,580元 筑建部自8月1号起实施修订版国家标准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新版标准确立了以人为本 强调性能 提高质量的绿色建筑发展新模式 下月起还有一批地方新规开始实施 如武汉房产中介全面推行实名制 海南对外地车辆采取交通管制 贵阳调整居民医保待遇标准 温州垃圾分类标准实施等等 专家称8月新规大到有关人才引进政策 小到垃圾分类 涵盖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方方面面 不难看出大部分新规 旨在让民众分享更多的改革狐狸